2月6日凌晨,土耳其发生百年来的大地震 引起大家对921地震的恐惧 尤其台湾又是位于地震号发的板块上 民众再次对地震的议题感到重视 先月林游游表示,虽然地震很难预测 但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真的遇到了,至少还可以就自己一命 除了呼吁工部门针对地震的预防需要落实与加强外 也能够透过整段住宅的抗震能力 改装防震结构及固定家具等 多管齐下做好完全的准备 遇到地震的时候,灾害的时候要保持冷静 我们再来找保护自己安全的地方 然后维持自己生命,这是最重要的 呼吁大家平常也要做好防灾演练的动作 要了解说每一个地方的逃生口在哪里 对于在学校的教育 其实很多像我们县府单位还有教育单位 其实我们都会有定期跟不定期的防灾演练 那也呼吁民众上班的时候 还有在户外都要了解自己最靠近自己的逃生出口 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冷静,冷静面对 县远林方宇表示,防灾意识与准备是很重要的 当地震发生时,因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唯一要做的就是爬下、掩护、稳住 除了心中要谨记这些知识 最重要的是地震来袭时千万要保持冷静 才不会造成意料之外的憾事 如何去避免这些伤害 第一时间也要看我们身处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遭受这个地震的侵袭 该做如何的因应措施 也希望说我们的专家能够提供专业的资讯 给我们一般的民众如何来预防 但是当地震来的时候被众物压住的时候 该如何在第一时间求助以及求生的这些训练 这些知识的传递我相信会更加的重要 地震议题使大家都相当关心的一环 民众也需要有自我保护跟应对的认知 才能够让自己或是家人在遇到地震时 更好的确保自己 记者洪威伦综合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